大家好,我是郭鸿才 这个圈子里面的朋友呢,都叫我宝尔爷 我是从2013年接触比特币 当时在北京吃乎咖啡,认识到了比特币 我的太太杨阳 她做了一个比特币的媒体,叫杨阳谎 然后呢,她呢,做了一个活动 就是比特币中国型,走了中国23个城市 然后呢,我也就跟着她转了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我爱上了比特币 比特币呢,从我2013年接触到今天已经五个年头了 我呢,由原来的一个初学者,变成了一个爱好者 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后来变成了一个矿工 后来成了一个比特币的天使投资人 后来在16年的时候,就转型做了一个区块链的天使投资人 我看好比特币后面的这套逻辑,就是一个去中介化 去中心化,分布式的一种去中心化的一套加密系统 这种数字货币的时代,刚刚来临 我们看到了整个区块链技术的底层 实现了互联网上从信息传递到价值传递的一个飞跃 这是我为什么看好比特币的原因 我认为呢,如果比特币这样继续发展下去 在我有生之年,我也可以看到 比特币应该会到一个,一百万美金一个 这是我们这个从业者所看到的一个未来 我是从2014年开始投资比特币挖矿 当时经过我们一年的努力,我们在内蒙 建成了我们全世界最大的比特币矿场 中国的矿工非常的努力 经过了这么五年的努力 中国的算力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75%以上 也就是说,全世界有75%的比特币都是made in China的 都是中国人生产的 中国人呢,非常的勤奋 不只是比特币,莱特币,原界币,以太币 这一类的币全是在中国生产的 然后呢,这种供电的上面的数字货币 大部分的都需要挖矿来运算 所以说,我们认为 未来中国在挖矿的意义中 依然是世界第一 不可能有第二家超过中国 最近这个永恒之蓝的比特币勒索病毒在全球放烂 上百万台电脑被锁住了 黑客勒索的办法呢,就是把你的电脑里面的原文件备份一份 把原文件删掉,然后把备份的文件加密 如果你想解密,你就必须去购买比特币打给它 然后呢,交赎金,它再告诉你怎么解密 这种勒索的方法呢,手段非常的低劣 为什么呢?因为它索要三百美金 大约两千人民币一台电脑 那基本上不可能 很多人宁可把电脑系统割掉 重新装一个系统,也不会要文件 这个,它是得不到这个比特币 并且,而且还会被谴责 第二个,它不太懂数字货币的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智能合约的技术 如果它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技术的话 根本不需要去交赎比特币赎金 对吧,它只要用智能合约就行了 就是把任何一个数字货币打到一个地址上 只要这个地址上收到数字货币 马上电脑就解密了 所以说,我这次谴责一下这个黑客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风险 因为即使这个黑客不用数字货币 用别的数字货币是一样可以勒索的 因为每个数字货币基本上都是匿名的 都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中心的 所以说大家要小心 数字货币就是这个黑客的这个攻击 赶紧更新自己的电脑 最好是去换一台苹果电脑 目前到目前为止 苹果电脑还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攻击 好,现在已经从一个比特币的时代 进入了一个区块链的时代 那我看好区块链的未来 同时也看好比特币的未来 我是说比特币即将成为整个区块链中的 世界中的各种数字货币的对标货币 也是目前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数字货币 全世界的区块链的技术的发展 我们看到了腾讯,看到了阿里巴巴 看到了很多的中国的各种银行 金融机构,保险 全部在研究区块链技术 连中国的人民银行都在研究自己的数字货币 因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止化的时代 就是说很多人都不用线钞了 都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扫一下就可以多支付 全世界也进入了这样的时代 我们看到了日本,德国都把比特币合法了 中国的政策也在逐步的制定 比特币现在在中国的用途不太好 主要用于传销,洗钱,病毒勒索 但是这是现状 我认为未来不是这样的 未来会进入千家万户 所以我当初说 只要一个人买一个比特币就够了 不要买太多 那比特币的市值就会高得离谱 一个比特币的价格就会超过一百万美金一个 所以这就是比特币的未来 这是我的观点 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